在内蒙古自治区西林郭勒蒙,西屋珠穆庆旗一望无际的雪原深处,矗立着一座亮眼的现代别墅,屋内气派的皮沙发,轻奢的摆件,现代风的装修配色,与屋外一望无际的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别墅中的夫妻二人,是当地好乐图高乐镇,乌日图高乐嘎茶的牧名。 据了解,结婚15年间,他们依靠养牛养羊,最终养骆驼致富,从狭小的蒙古包摇身搬进了宽敞的大别墅。 4人夫妇的养驼致富之路,并不是一蹴而就,2010年,他们仅靠着四风骆驼起家。 起初因为经验不足,自家第一个将要生产的母骆驼,在外被铁丝网勒断了脖子,连带着肚子里还未出生的小驼高,也夭折了。 现在回想起那一幕,4人依旧心痛不已。 快下膏子了,那个骆驼,他在那个沙窝子里头就累坏了,累了以后就他脖子那块断了,他就杀了,快下膏子了,心疼,咋不心疼呢,快下膏子了,那是我们家头一个膏子,没结伤,他就那样死去了。 作为草原五处之一的骆驼,始终被游牧民族视作吉祥和深情的象征。 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。 萨仁夫妇告诉记者,他们最初养驼就是因为喜爱骆驼善良的品性。 在他们眼中,这些骆驼更像他们的孩子,这些年在与骆驼的相处中,他们也常常被骆驼的长情所打动。 有一次,就春天的时候下课大学了,我们就把那个下膏子的骆驼都拿回来捐了,捐棚卷里头。 有时,这些沙漠中的小精灵,骆驼脾脾气上来了。 也会仗着自己个头大,力气足,任性起来。 这也让萨仁夫妇头疼不已。 骆驼出来少,一天只能一个骆驼出二进来。 有时候他还生气就不出来。 为此,萨仁夫妇专门从蒙古国,聘请了专业的老师和他们一起训驼。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,到现在,萨仁家的骆驼已经达到了八十多封,年纯收入达四十万元。 仅驼奶销售每年就能达到十万余元。 2021年,萨仁夫妇做起了穆迦乐,经营其以销售驼奶、驼酸奶为主,以体验骆驼骑行、摄影、制作奶食品等为辅的民族体验区。 希望让游客体验牧民生产生活,近距离了解草原骆驼,爱上骆驼。 我也希望大家能体验我们这个骆驼之家的那个项目了,和骆驼奶,骑骑骆驼,都爱上骆驼。